德里斯坦董事长之外 现场也有一位朋友 真的是排除万难说 一定要来见证这历史性美好的一刻 是谁呢 这是我们MIT台湾至永远最美丽的笑话 也是我们刚出炉台北电影节的最佳女配角 掌声欢迎我们姚乙梯小姐来到舞台上 欢迎乙梯 谢谢 哇 谢谢乙梯来跟现场还有我们电视机前面 还有我们所有平台前面的朋友打声招工 各位长官还有各位善友们还有美女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姚乙梯 掌声欢迎 谢谢 大家对于乙梯身为演员的身份非常的熟悉 但其实她的第一个主持作品就是在MIT台湾至 对 我想也是人生目前唯一的 唯一个就留给MIT 你还记得十年前的画面吗 我不记得 我可以回忆到那菜鸟声色的那种感受还是留着 还有以及我们曾经去齐来南风的时候 当时下山我还觉得我的腿留在山上的那个感受 没关系 都献给这个节目了 都献给这个节目了 感受是抽象的 画面是具体的 好可爱 为什么渊传突还可以美成这个样子 导演对于十年前的议题还有什么样子的印象吗 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不过真的是要非常恭喜巴奈得到台语电影节的最佳女配角 真的鱼有容焉啊 太厉害了 我记得她第一次出外景的时候是去云林 那时候她还在念书 她的体力非常好 她是台北体育学院的 所以那时候她在学生时代就跟我们上山了 那后来又加入我们主持人的这个职务 然后又跟我们去了齐来南风 又去蓝宇 所以对她非常的赞赏 而且她的体力真的非常好 太厉害了 点点滴滴的画面现在真的是非常珍贵又感动 MIT现在要到了某某TV 不知道一提 有没有什么样的祝福要来送给我们亲爱的麦道 我非常期待这次的回归 是非常期待 因为我觉得不只是那意义的传承 以及我觉得MIT台湾知识 我看过最美的台湾节目 没有之一 就是唯一的最美的台湾节目 然后会很期待是 它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形式 又走过不同的地方 因为那时候我们合作的时候 麦哥就有说 台湾这么小 但是好像永远拍不完 对我觉得这句话 一直很深刻 就是对台湾这么小 然后也因为这样让我认识到台湾很多很美的地方 正是因为这个节目才让我认识到 所以在新的播出会很期待 因为刚刚看画面 他们还下海了 对上山下海 这是一个很创新又很突破的感觉 而且我真的是 麦哥体力是越来越好 我们也会洗温泉啊 大家洗一下 也会去摘水果 哦 我也有一起 对不对 共同来期待我们全新的MIT台湾制 那现在请两位留步在舞台上 即将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启动仪式 同时我们也邀请唱频道的贵宾 莉莉舞 我们现在请李斯坦董事长 还有麦导来到舞台上 谢谢 那我们请先请三位一起来拍摄画面 非常感谢 哇再度合体 非常感谢 谢谢 那我们也要请董事长上台一起来共同合影 谢谢 站站站站站 谢谢 有特别需要补拍的 来我们看一下右边 从右边慢慢扫 非常难得 再一次的一起 就为了这美好的时刻 太棒了 共同攜手合作 感谢 就像派导在脸书上说了 我们就去见了就不要散 要与大家一起持续下去 谢谢 好 需要补拍的可以帮 想一下最期待的部分 因为新的引擎即将要开始 引致你最期待的部分是哪里的 是什么部分 我最期待的其实是就是要更好看 更壮盛 更有温度 但是我觉得Maki 台湾是过去已经做到的顶点 所以我觉得麦导 怎么去突破 大概到月球去好 好 月球上也不少高山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希望他更能够在我们的频道上 依旧的能够带给观众同样的好看过瘾 然后让大家感觉到真的老朋友又回来了 董事长您自己有没有期待 可能到哪一个地方爬 或者是哪一座山是您最有没有比较期待的地方 你在开我玩笑吗 希望看到的 可以上去做菜 对对对 我觉得杨明山是我的顶点 人生的最高顶点了 我当然期待将来 真的真的有一天能够跟随麦导的脚步 或者他们的团队的脚步 去在那个山野当中 你刚刚看到的多么感动 能够小小的露出一个角的角色在里面 我就很满足了 对对对对 就是刚刚看到的一个大明星在里面 你看十年前他就能够到那边 骑来南风 真的太了不起了 嗯 麦导的部分 因为以前比较多是上山 这次太多了下海 新的体验对不对 其实上山下海一直是我们的题材 当然大家对我们的印象都是在山区 对 尤其是他们的高山 对 因为我们走过大宗走私底峰 所以有时候我去爬礁山 大家看说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不过其实我们在记录来讲 就是MIT台湾制 所以我们的题材就是包罗万象 只要是台湾的一切的 缓三月 人文 历史生态 甚至是产业 所以是旅游美食 其实我们都会记录 那当然三月这一块是比较困难的部分 那需要有一个比较强的 有经验的一个团队能够执行 所以我们可以比一般节目真的走得更远 爬得更高 这样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一大特色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节目 能够让人家认识我们台湾 看到台湾的美景 看到台湾丰富的身份 拜祷意思就是希望我以后不要参加成为他的拖累 爬得高呢 我在后面干嘛呢 我们很多旅游行程 哦旅游行程 人文之旅 在我们 他们爬山我在下面念书 好不好 我们下次他们还有高三十几 你要问问我姚小姐 好啊 婷婷你自己最有没有什么想要给的祝福 或最期待看到什么 我觉得就是本来在十年前的录制 就已经有包含有点比较休闲旅游的单元 或是生态学术 这节目很棒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包容问向 然后有教化性 然后又有休闲在里面 所以会很丰富 我觉得刚刚看那个玉露的画面就觉得更丰富 更震撼 而且更震撼 然后更感动 你看他们走在那个人线上面 多多惊险啊 好像惊悚片一样 但是惊悚节目 可以姚小姐一起来参加 再走一次啊 我要开始 对感觉我要开始健身 才能真正踏实的回娘家这样 那你有没有想要挑战一下 再挑战一下来做伞 我可能可以去其来南风把我的腿捡回来 对 还遗失在那里 但比如说真的太多地方可以去了 太多了 对啊 还是你想再尝试一下再继续外景之后 可以啊 我非常期待 我想麦导 麦导你要最后征服的百月的一天级吗 是 那座山会是哪一座山 因为现在剩下的都是 蛮南的 就是天数有的很常 像南山段啊 齐来东人这些山 那目前想所听说最后一座是 酸山 酸山 酸山就是一个门 因为我们高山向导 谁要外行 有人也就是 他们两个都知道完全不知道 到时候我们会找 向导一起来玩 找大家一起来 酸山 对 把门拴起来 哇 酸山 OK 在台湾吗 是 台湾 台湾的百月 是我们下一次的目标 希望能够在台湾的电视上留下一个非常光复的一个记录 很快啦 嗯 九十几集就到了 嗯 对对对 加油 努力努力 好吧 那乙迪你现在体力够吗 如果现在邀请你去爬那个山珍 我看一下海拔带路高 我先从 三千多公尺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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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应该没问题 丹哥也没问题 OK 谢谢 我四千以下不爬的 哈哈哈 可以 哈哈哈 其实刚刚爬过七星山哦 其实就可以 可算了吧 真的 好好好 七星山怎么变成三星山我就觉得 好吧 我是三星洋葱 三星洋葱 三星葱 对 对 下次再安排一些行程 你现在给你配角 现在工作境况是不是 工作量有增加 嗯 有些不同工作的询问都都还在谈 对 因为现在这部戏还在刚开拍而已 对 对 之后会再 会再 会有什么消息会再跟大家说 嗯 我们说我们祝福他们两位吧 我们都祝福各位 祝福台湾 祝福台湾 谢谢 谢谢